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飞去就变成了满满的鬼焰敲行虫 那甚至有一些还会爬到我们家的纱窗啊 我们现在每一扇纱窗上面都可以看到几只 那有大家跑到我们家里面来 有昨天半夜起来尿尿 差点踩到一只 那时候看到想说 是蟑螂吗 然后惊醒之后发现是鬼焰 还好没有真的给它踩下去 身为一个昆虫老师 可以被这么多美丽的敲行虫包围 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那为什么我们家会有这么多的鬼焰敲行虫自己跑来呢 因为我们家附近呢 当然第一个生态很好 那很多竹林 那鬼焰敲行虫的成虫呢 喜欢吃竹笋 吃超好的哦 吃竹笋 会吸食竹笋的汁液 那我们家大概在六七年前开始 就每年夏天会有很多的鬼焰敲行虫自己跑来 那他们都来了 我们当然就要好好的招待他们啊 所以我们还特别回去那个水果摊 在他们买那个凤梨皮 那我们把它放在后院的堆肥区 让他们每天都可以开心的吃饱饱 我手上这两只呢 都是长崖型鬼焰 那个崖就是它的大鳄 它的大鳄是很修长的 那这两只都差不多九公分哦 对身材非常的好 鬼焰到九公分的算是很少见的 那我家每年夏天都可以发现 几只九公分的鬼焰 对算是非常地灵人洁 那我们来看一下鬼焰敲行虫 它除了很大 对那它的特色还有它很亮 我会看到 它的赤翘 超美的很像那个钢琴镜面烤漆有没有 对那 那还有我们来看到它很可爱 就是从刚刚 录影到现在 你看它的触角一直在抖抖抖 它触角很好玩喔 它特色就是会抖抖抖 那 你轻轻摸它 它会很害羞的锁起来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很可爱 对这边摸的会锁起来 好那找到它的触角呢 往下看就会看到它的眼睛 对它的眼睛跟身体 跟头一样是黑色 对但是很明显的在发光 对两颗圆亮亮的眼睛 好那 鬼焰敲行虫呢 老师今天就 用它来介绍 如果我们想要把敲行虫抓起来 对你要怎么抓才不会被它夹住 对那建议大家不要放手上 老师放手上是因为 其实这一只真的还蛮乖的 如果你 把敲行虫放手上 然后你 不小心吓到它 对它低头是会夹住你的喔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夹子 就是它的大鳄 那大鳄当然是长在头上 对所以它如果低头 就会夹住你 那 我们都从后面抓 就不会被夹住 因为它的大鳄没有 它没办法转头 它也没办法下腰 对所以我们从后面抓 那怎么抓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对角 对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两只手指头 找到它脚跟脚的中间 可以伸进去的缝隙 对抓稳它的身体 抓稳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 那各种敲行虫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抓 对你抓稳它就不会夹到你了 好可是如果它挣扎 对它紧张 那你觉得抓不稳就赶快把它放下去 因为它如果 挣扎它到处会变成正面面对你 你又不放手 它很紧张就直接给你夹下去了 所以要自己确认一下你有没有抓稳 好那 鬼焰敲行虫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的这个 大鳄 有几种不同的造型 对一般的敲行虫我们知道就是公的呢 大鳄就是很长 发达 那母的呢就是短短的 小夹子 对那鬼焰敲行虫的公的有几种不同的曲型 我们说 长的叫长崖型 对那 中的是中崖 短的是短崖 对这是大致分啦 对其实就是他们的大鳄就是长长短短有各种不同的造型 那鬼焰敲行虫还有一个很特别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他们不会打女生 对很多敲行虫会打女生的喔 也有像扁敲行虫 对那 鬼焰敲行虫他们对女生呢是非常的 Gentlemen 然后如果喜欢一只女生他就在旁边等他很有耐心的等他 那女生如果不喜欢他也没关系 对他不会生气 好那 那但是对男生当然就不一样 他们男生那个领域性是很强的 为了抢地盘 抢老婆 抢好吃的 我们家后院的那个凤梨皮上 你时不时过去看就会看到很激烈的战斗 那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家后院堆肥去上的 激烈的live实况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只中崖跟短崖的战斗 先彼此试探 一个不注意 一个不注意 断崖的就被中崖的 断崖的 哭哭逃跑 三只长崖的 这两只夹到 匹 mysterious 很激烈的声音 三只长崖的乱动 我好像要戴开变成两只小组的战斗 这只看起来想跑 喔又改变心意 转头 决定战 喔齁齁齁 激烈 哇 另一只又加入了 又开始三只乱动 喔喔喔喔喔喔 哇塞 好飞机飞过 喔喔喔喔喔喔喔 烂腰被夹住了 哈哈哈哈 这是还把他举起来 举到悬崖一边 喔我听到他喊救命的声音 那野外的敲行中 他们打斗是自然的竞争 对我们不去干涉他们 对但如果你自己要养 你就绝对不可以把两只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呢 打架如果把你丢出去 你又躺回来 丢出去又躺回来 那他想跑也跑不走 到最后打得很惨 有的就直接赤翘都被打动 或夹裂都有可能 那样是很残忍的 所以记得如果你要饲养 一定是一只养在一个饲养箱里面 那老师上次有跟大家说 要教大家怎么饲养那个独角仙 但是呢因为我很忙 然后呢敲行虫的季节就来了 所以我今天呢 因为鬼焰敲行虫饲养方法 其实跟独角仙 成虫是差不多的 那我就用这个鬼焰敲行虫 来教大家饲养 好那 饲养呢我们当然要准备 这个 对请你准备专门的昆虫的饲养箱 因为这个饲养箱 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盖子 有充足足够的可以通风的这些空隙 对通风非常重要 你要随便拿一个小盒子 就戳几个洞 或者甚至没有戳洞 就想要养 那里面会很闷热哦 那里面呢我们铺很多的木屑 对这是养兔子老鼠那种木屑 对虫物店都有卖 那要铺水它也可以 对因为铺这些的目的是 像这一些敲行虫啊 独角仙他们的成虫 会喷尿尿 他们没有大便哦 因为他们吸的是汁 所以他们就只有尿尿 对但尿尿当然是臭臭的 所以如果有这一些 就是铺在里面的电材 还可以吸收这些臭尿尿 那这些像木屑或水苔 我都会把它喷喷水 让它保持湿润 因为水分蒸发都会带走热量 所以就会湿涼涼的哦 那里面当然我们给他这个 对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昆虫店买果冻木 对就是用真正的木头 大块木头 他们抓着很舒服 他们喜欢抓着木头 对那中间呢有挖一个洞 可以刚好放果冻 那就是用专门的甲虫果冻让他们吃 对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绝对要放在凉爽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可能养独角星或敲行虫 养几天就跟我说 老师为什么我的脚虫死掉了 对那常常原因都是太热 对因为像我们现在都市住的这种房子 其实你出门关冷气里面是很闷热 那这种这种天气他们绝对受不了 对你说他们是夏天的昆虫啊 可他们夏天是住森林里耶 森林里是很凉爽的 对那如果你说你真的很想要养一只 那你家又很热那怎么办呢 对就是只有一个方法 就请你去哪里你都带着他 对你不会死掉他就不会死掉 你不要自己跑去吹冷气 然后把人家放在家里面热死哦 对像我们家我们家是养虫的那一间 外面都是树荫 那我们开个小电扇就是吹这样 其实里面就是凉爽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凉爽通风的这一个点 对那不要晒太阳 对那用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就可以饲养独角星 还有很多敲行虫的成虫 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台湾最大的敲行虫 鬼燕敲行虫 那如果大家喜欢昆虫老西的影片 欢迎按赞留言分享给更多人 也欢迎订阅昆虫老西的YouTube频道 之后还有好多夏天的小昆虫想要拍给大家 那老师会加快速度 对因为真的夏天我也常 每天都要带导览上课很忙 对但是我会很努力的 对拍跟剪辑影片 那希望呢 这些想要介绍的呢 都可以介绍给大家 好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